美国印第安纳州韦恩县一家回收厂4月11日发生火灾 截至12日火势仍在持续 现场不断散发出有毒烟雾 据悉 该工厂位于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边界附近 主要业务为加工包括塑料在内的可回收物 当地官员称 灭火行动预计将持续数天 印第安纳州消防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现场升起的浓黑柱状烟雾绝对有毒 他指出 塑料在着火时会释放出许多不同的化学物质 这令人担忧 委员县卫生局官员则表示 吸入火灾烟雾可能引起健康问题 当地居民指出 火灾现场发出难闻气味 迫使很多人离开 美国劳工部4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3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 连续9个月下降 此外 美联储当天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美国银行业危机的影响 可能使美国经济在今年晚些时候陷入温和衰退 美联储官员表示 他们认为经济活动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 在上个月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引发市场动荡后 决策者们降低了对今年加息的预期 并强调 他们对可能导致经济放缓的信贷紧缩问题 仍然保持警惕 会议纪要显示 所有委员都支持加息25个基点的决定 印证了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加息决定得到同僚们广泛支持的说法 与此同时 纪要显示决策者对5月份再次升息 并不是百分百承诺 他们认为有必要根据经济数据 来评估银行业动荡如何影响到经济 而债券市场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 今年底前降息的压注 同时下调了5月份加息的预期 英国的初级医生从4月11日起开始为期4天的罢工 此次罢工可能会对该国医疗服务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 英国政府警告患者安全存在风险 数以万计的英国初级医生 希望新时涨幅能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参与罢工的医生数量几乎占该国医疗力量的一半 医生工会英国医学协会要求给初级医生加薪35% 并称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 初级医生的实际薪酬在过去15年中减少了26%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联合会主席预计 在罢工期间将有多达35万次门诊预约和手术被取消 国民保健制度英格兰医疗总监斯蒂芬·波伊斯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罢工对英格兰地区的患者和医疗服务产生严重影响 相关部门已要求医院重新安排手术和门诊 并确保急救服务不受影响 巴西总统卢拉将于4月12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启程前 他强调了巴西与中国双兵关系的重要性 并希望能够扩大与中方的合作范围 卢拉原定上月26日至31日访华 但是因病推迟 巴西环球网透露 卢拉抵达中国后 13日在上海出席前总统罗塞夫 担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 并参观科技公司华为和刚刚落成的 舒赞安诺研发与创新中心 另一方面 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 巴西允许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 采取本币进行结算 进一步印证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 中国和巴西今年年初签署了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报录 2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 授权中国工山银行巴西有限公司担任巴西人民币清算行 在4月11日 该行已成功办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标志着该行在巴西市场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投资方面 中国是巴西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 在贸易方面 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现在来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